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它这一趟日韩县的海上旅程 又是赏异国美景 又是品陶铁美食 还有眼花缭乱的游轮活动 真是让人羡慕到没朋友啊 别怪我没提醒你 今天这餐可是小资的爆啊 快滩滩口水 开启美食盛宴吧 一起吃饭吧 终于到了我梦寐以求的蓝宝石公主号 这种号不就是我们这种公主座的地方吗 所以难得出来一次 菁姐我花了大血本了 特意包了一个套房 你看看你看看 光这个阳台啊都是顶级的咧 来看看 超级无敌 大海景 好像唱这首歌有点不吉利 大海啊大海 休想我的故乡 完了完了 一唱这个你们又知道我的年龄 其实我是九五后 你知道吗 反正总的来说在这个阳台超级爽 而且呢 更爽的是 你看 我们现在呢 给你点了一个 所以坐在这里我 挤着一个香槟 香槟呢 等待 等待 来吧 等待 我一叫就来 你好 欢迎你 可以帮我开箱的香槟吗 谢谢 等待长得好帅啊 有很多人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一定要拿着香槟捏口 再吃着法式的晚餐 然后呢 就是看看这个 夕阳日出日落 云卷云居 人生还要比这个更加幸福的吗 谢谢 谢谢 来 等着啊 哇塞 OK 哇 哇 哇 Thank you 谢谢 好 来 我来尝一下啊 等一下 嗯 舒服 舒服 Thank you Thank you 好了 今天给你点的这些法式大餐 首先呢 我们要吃点这个 这个也是前菜啦 它是怎么做的呢 里面是有太平洋的这个蓝蟹 那么然后再加上了一些 面粉啦 还有蔬菜啦 红椒啦 然后呢 再把它放到这个模具里面去烘焙 出来就是这样子 哇 哇 这个蟹肯定是刚刚在我海里捞出来的吧 所以就好新鲜的感觉 我觉得在海上吃蟹那只 最最最最最flash了 嗯 蟹味很重 而且很松软 哇 而且它这个面配合的恰到好处 你吃的你感觉好像都是蟹肉 然后还有蔬菜的清香 还有外面的这个甜椒 酸酸的有一点 有点甜滋滋的 很清香 然后我们再吃个这个 这个也是这边这个阳台晚餐里面的 独有的沙拉 除了沙拉平常经常有的这些蔬菜之外 它还有这个核桃肉 还有梨哦 不过最重要的呢 还是这个公主号上最独有的酱料 因为一般我们都是吃什么千岛酱啊 但他们家呢就是用意大利的黑醋 加上面粉 蔬菜啊 然后里面还有一些蜜汁的东西 搅拌一下 哇里面呢你看 还有这个芝士 哇好浓郁的芝士 所以你的芝士啊 再加上这个黑醋酱啊 配起来味道肯定是一几磅啊 酸酸的 然后还有芝士的香味 然后还有那种酱的那种粘稠 甘甜可口 好吃 第一道晚餐里面呢 还有一个盘 嗯 空 空了 小小的海和鹿 海呢就是这个大虾 然后鹿呢就是这个飞利牛排 好 先吃虾摆 它摆盘呢也是很好看的啊 乳笋啊 虾啊 小土豆胡萝卜 所以它里面经常用乳笋 来做点缀 因为这样呢 所以能够知道分数搭配 然后又能够颜色配起来也很漂亮 还有这个萝卜 来我指一下啊 哇塞 哇 你看这虾的尾巴 好漂亮啊 好了淋上了黄油 酱了以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虾 因为这个虾呢 它本身就是这种白酌的这种口味 就是让你尝它的原汁原味 这虾汁也很嫩 我平常看到这种超级大虾 我其实蛮慌的 因为有时候吃真的觉得好硬的那种感觉 但这个不是 它就很鲜嫩 好 然后我们再来吃吃看这个飞利牛排 这个飞利牛排呢也是牛身上最棒的那一块 最嫩的那一块肉 我是给你烧的是五层斗 好我们再看一下 它这个搭配起来呢也是 你看好像几何图形很多 这个是烤土豆 然后这个是胡萝卜 然后卤笋 然后这个呢也是加入了迷迭香 它最重要的是这个酱料 酱料呢是里面是有放了这个蘑菇 同时呢还有就是这个飞利牛排在那里烤的时候啊 它底下掉出来的那些汁啊 就是一直掉 就是烤了两到四个小时 然后加了很多一些香料等等 好 那我接下来我来切一点肉给你吃哦 怎么样 香 飞利牛排就是跟一般牛排不利的 它吃的时候不用担心塞牙 然后你吃起来你就是在回味它的那种牛肉的香味 而且最主要是蘸了这个酱啊 就是很浓郁啊 但这时候应该要有一点饭货的甜品 那就太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巧克力呢 跟一般的巧克力呢 它真的是不一样哦 这个呢就是说 在美国也经常会吃到的这种梅 这里呢就是巧克力 那上面也看上去好像白血矮矮的 很有艺术感 其实是糖粉 那么在下面呢也就是慕斯 糖糖就太好吃了 吃了就我就想谈恋爱 腹脏滑口感 而且这个巧克力很脆 人间美味的享受 好啦 大餐吃完之后呢 接下来就要去公主的剧院看表演了 拜拜 一起吃饭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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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